哭了就睡著 然後好像又是哭著醒來 就還是會問他說 你好嗎 然後 不要擔心我 然後還問他說 你會想我嗎 是不是有點笨 天父的愛 我 又不窒息 從天上來的聲音 十一月一號是艾成離世的第七十七天 王瞳前往他會在三峽的長眠地追思 由於艾成生前遺願是站上北京鳥巢開演唱會 提供歌迷吊艷的愛的櫥窗也以此設計 櫥窗同時對外展示一紙 以艾成骨灰製成的琉璃戒指 櫥窗有特別放什麼回憶的東西嗎 就他的夢想尿槽 那因為這個是給粉絲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私人的 就會有我們滿滿的回憶的東西 比如說艾成愛喝咖啡啊 他就跟我說 那我們可以幫你放個咖啡機在裡面啊 然後他的麥克風 還有我們的哈魯狗狗也會放在裡面 然後也知道天秤有留一個位子給我 就是他的骨灰彈旁邊 還有空位是要給我的 那之前有說就是他 快洗衣服都捨不得洗 喔對 你現在有洗嗎 有洗 洗牛仔褲 但內衣褲的部分還沒 就是每天都跟自己說 就他還在的感覺啦 要很仔細的想想才知道 喔他已經回天家了這樣 然後我還是會傳訊息給他 還有一些 和姐姐什麼 每天都不一樣 就還是會問他說 你 你好嗎 這樣 然後 欸不要擔心我啊 然後還要問他說 你會想我嗎 這樣 是不是有點笨 對啊 然後我會說我很想你喔 我把他調成最低費率 因為是我的名字 很謝謝你們啦 因為我其實原本有點擔心 就是 因為大家都很關心他嘛 然後他的事情 新聞蠻多的 就早上對你們 有點picey的時候 又有一個意念告訴我 就像你每天都會拍照一樣啊 每天你的每一個日子 你都很想留紀念 所以 我相信這麼多人那麼愛他 應該不會有這些就是 阿覺得好膩喔 好煩喔 怎麼每天都是你的新聞這樣 有夢到他嗎 我還沒 我還是還沒 但我真的成功斷掉安眠藥了 但 以為會夢到他 但沒有 蠻難斷的 就是 沒有我想像中的 這麼容易 哭了就睡著 然後 好像又是哭著醒來這樣 這有越來越好就是 在床上 煎雨的 時間又越來越短 對 就每天讓自己很忙 然後有 逼自己不要往那個 要去想一些 不開心的事情 因為我 我有那個app 倒數日嘛 然後他 上面的氣泡 居然又是77 他有一張照片是山羊跟綿羊的照片 好可愛 我就把它要存 結果一按進去 他的檔案名竟然是77耶 我就嚇到 喔好我知道了 你又來告訴我 就是 你有在想我的感覺 他一直告訴我 你不用擔心我了 我已經沒問題了 你要擔心的是你自己 對 你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還沒做完 然後 keep going 這樣的感覺